台上跪着的那个男人 还有他旁边跪着的那个女人 你好好地看看他们 记住他们的样子 永远都不要忘记 他们是谁啊 我为什么要记住他们的样子 永远不忘 先别问为什么 听义父说 好好看看他们 这是你第一次 看见他们 也是最后一次 看见他们了 看这孩子 这么爱笑 要不朕就给他起名叫做 叶桓 叶桓 嗯 哎 Fiona 啊 哎呀 哎呀 啊 哪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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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哎呀 啊 啊 啊 不可 把他拿下 走 凡真一 你没事吧 你是 金神王 他们的了 是我 你 慢慢走 你 走 小心 没有 работать 好 没 没 去吧 参见太子 平山 谢太子 谢太子 如今顺治已经驾崩 他的第三子 爱新觉罗玄业继位 改年号为康熙 康熙只不过是一个八岁小儿 朝政 实际都掌握在四位辅政大臣手中 这四位辅政大臣 他们分势而立 互相内斗 而吴三桂 又与他们分庭抗礼 所以 我们将来还是有机会 能够找到复国的契机的 希望各位都不要气馁 那我就宣布一个先帝遗诏 为太子跟我女儿义欢定亲 以后我大明皇室的血脉 就要靠他们来延续了 义欢 你过来 义父不是跟你说过 那天皇室才是你的亲生父亲 听话 过去你亲生父亲那边 从今往后 你们要互敬互爱 相互帮助 以后光复我大明 就要靠你们了 就要靠你们了 孩子们 从今天起 我们几位师父 将要对你们进行严格的培训 我们会将我们毕生所学 毫无保留的 都传授给你们 是 那我们以后是不是不能玩了 不能说话 我负责 传授你们 兵法 战略战术 我来教授你们 各项技能和各种兵器 我负责教你们医术 还有毒蛊之术 我负责教你们四书五经 琴棋书画乃至天文地理 我就负责教会你们 易容变生 缩骨易形等各种技艺 我将教你们 暗器功夫 以及破解制造各种机关 这么多课程 还没学我就晕了 易幻妹妹 你我可是大明最后的希望 我们要加倍努力 给所有的兄弟姐妹们 做个榜样 你可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 贪吃贪玩 后来耍滑头了 要你管 你凭什么管我 你是我未来的媳妇 我就有权管你 我长大了才不会嫁给你 这么没趣的家伙 你这么快的话 五师傅 这是我做的 你看到我的东西了吗 那不是你做的面具吗 五师傅 这张面具是我做的 被易幻偷偷拿了 易幻 她居然偷懒不肯做作业 居然偷了同学的功课 来搪塞我 上课的时候 易幻竟然还装病 易幻这孩子啊 比其他的孩子都聪明 只要稍加努力 前途不可估量 每次都是这样 认错认得贼快 可是一掉头 就外甥打灯笼 照旧 易幻 从明天开始 别人练一个时辰的功夫 你要练两个时辰 别人做一份功课 你得做两次 你这样根本不配 做地往的女儿 日后还怎么指望 你光复大迷 易幻 不要让我失望 你这孩子 今后要多用点功了 易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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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儿的病有起策吗 华儿这孩子 大宋刚出生 就掉落在了地上 又在雨水里浸泡了一天 所以才落下了头疼的隐疾 我已经想尽了办法 只能延缓她的痛苦 却不能甘致 华儿 华儿都是我害了你 其实华儿的病 也不是不可医治 只是需要找到一种 特别的药因 什么药因 我师父说过 世间的疑难杂症 都是与个人命中注定的结束有关 要迫此结束 必须要有贵人的助力 如果能有龙珠来做药引 也许能治好欢儿头疼的隐疾 龙珠 对 龙珠 龙珠就是皇帝的眼泪 我曾经听民间的说书人说过 杨家将的故事 相传当年杨六郎因病不能出征 需要龙须凤发才能医治 这龙须就是宋皇的胡子 这凤发就是辽国萧太后的头发 后来孟良交赞 想尽办法弄到了萧太后的头发 治好了杨六郎的病 可是 现在大明已经亡国 在复国之前 太子也不能算是真龙天子 难道 只有爱心绝罗悬叶的眼泪 才能撑得上龙珠 可古往今来 又有哪一个皇帝肯轻易落泪 就算有龙珠 我们又怎么能够得到 来治欢儿的病呢 义父 诸位师长 你们不必忧心 我将来一定光复大明 登上皇位 欢妹若需要龙珠 我管够 太子有此致想 是乃我大明之幸啊 其实龙珠治病之说 不过是一家玄学的奇谈怪论 不必当真 我们下期望 他没有人 我 我 有多问 不可能 我